当年苏东坡和佛印在茶馆喝茶 逝者见佛印是出家人 就对他非常冷淡 因为苏东坡在当地非常有名 逝者对他非常热情 苏东坡非常不好意思 就提醒逝者客气一点 逝者是小人 还是对佛印法师不问不看 结账之后 佛印从衣兜掏出几文银子给逝者 并谦卑地道谢 苏东坡说他态度非常差 佛印说他是一个势力的小人 苏东坡问佛印 那你为何还要对他这么客气 给他赏钱 佛印说为什么我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呢 难道他对我不好我就要生气表示愤慨 难道他对我好我就要点头哈腰吗 做人要自立 心不随静转 别人贪 我不贪 心由自己管着 就会少去人间很多烦恼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